我们看到那个绿色跟红色的小灯塔的地方 那边就是基隆港的门口 那如果说基隆港开始着火了 代表就是这个设疗炮台跟白喵已经失去作用了 那就是从这边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就是日本人他们把这个炮台设置在这个点的园 那主要就是要防守的基隆港 那我们这边我们现在待在这一个房 那这一栋啊之前在日治时期是弹墙 就是它是制作炮弹的地方 那就是这个游客中心跟包含后面公厕的部分 这一整栋都是做炮弹的地方 那其实啊除了这一栋之外 外面的这个停车场还有后面的空地 这整个区块都是制作炮弹的作业区 那我们在这个蓝色的这个区块 那上去之后我们先到炮车库 那炮车库它是放炮弹的地方 就是存放炮弹的地方 那这个门口啊 然后我们来进去看一下他里面的空间 然后再来到这个棺厕所 哇! 好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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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第一次聽到有人說很大聲 沒有 其實也 因為很多人都說 蛤 這是這麼小的 不是嗎 對 蠻大 因為那就是一個醜茶 對啊 放泡蛋的地方 對啊 是放泡蛋的地方 那這個門口啊 我們看 它有一個小巧思 這個 這個就有點像是 它們是要防止雨水淋進去的 如果說雨水這樣流下來 它們就直接這樣滑下來 對 它們就不會這樣淋進去 其實很多地方 我們看到的上面好幾個洞的那個 櫥蛋孔 或者是等一下我們去的指揮所 都會有這樣的構造 我們看到這些 就一些敲下來的痕 就是當時它們在 就是把那個金屬拔掉 就是硬給它敲下來 原來的那個欄杆是在那個洞裡面 因為到大概在後期就是 就是這時期二戰那時候 就是金屬很缺乏 然後它們很多 它為了要金屬 對 他們就是把這個金屬拿掉 那我們的這個 關廁所啊 它上面的那個金屬頂端 也是因為這個雨季 它會拿 哦 那其實在上後啊 這邊就是沒有金屬 它就被拿掉 整個被拿掉 被偷走啦 這個是後來再弄上去 修復上去的 那它原來也是木桶嗎 對 它原來也是木桶 那這個木桶啊 它是要做散熱 它的熱氣會其實會 集在這個裡面 就是外層的金屬 然後我們這一層 這邊在一個 對 其實我們把手指伸進去啊 都可以感受到這個熱氣 熱氣在裡面 那這邊觀測兵 就是得到海上的資訊之後呢 他們就會用這一個 這邊有個洞 這個是傳聲管 對對對 這個是傳聲管 那對著下面喊 那下面指揮所有人 就會知道 東京388米這樣子 對 那下面的人就會知道說 現在敵人在什麼地方 嗯 這個樣子就是 剛剛有提到說 是明治時期特有的樣子 對 那現在這個樣子的鐵堡啊 就是我們白美鳳這邊 另外就是銅湖了 銅湖有兩個 有兩個這樣的觀測所 那我們看到白美鳳這邊 是感覺有點像 一半是在底下 對 然後一半在上面 那澎湖的話 它是整座 哦 對 整個平地上面 然後一整座的 對 那另外就是在日本 還有兩座砲台 也還有這個樣子的這個鐵堡 那時候是我們修復老師 真的特地到日本去看 是 對 到日本看 然後看它的這個 製作的這個工坊 那就是現在就是 大概只剩四個地方 就是包括白美鳳的四個地方 是 才看得到了 對 是 才看得到了 對 對 對